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周天子跟后世傀儡皇帝的区别,主要有三点, 其一,周天子可以不管各个诸侯国,大家各行其事。 其二,诸侯国不会杀周天子,最多逼其退位。 其三,周天子始终拥有一片领地,在王纪里周天子还是有话语权的。 傀儡皇帝可以说啥都没有,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权臣谋杀,后宫嫔妃的真结也难以保证。 周朝建立后,分封了73个诸侯国,大部分都是姬姓诸。 侯,这些诸侯国最大不超过百里,周王室完全可以控制他们。 各个诸侯国不断地发展,领土都变大了,势力变强了。 南方的徐国强胜无比,很多国家脱离王室而依附徐国,周慕王发兵积徐,灭之。 南方的楚国强大了,周朝王亲征,结果周王室全军覆没,王沉船而死。 犬戎攻破搞惊,王室猛难,勤政就之。 周平王东迁洛阳,开启了春秋时代,周平王深知王室已成指老虎了,故不再征讨诸侯。 周平王的儿子横王清兵伐政,战败受伤,王室尊严扫地,从此周天子慢慢沦为傀儡天子。 春秋五霸都打着尊王的旗帜扩张,他们带周天子守四方,伐不成。 周天子做的事情就是给战胜国发一道王书,嘉奖勉励战胜的国君,那时的周天子,跟日本幕府时代的天皇一样。 傀儡皇帝要天天面对权臣,按玄臣的意见发布旨意,按玄臣的意见升迁官员,一点自由没有。 周天子可以不见诸侯霸主,你。 慢想干啥就干啥,莫来骚扰天子。 傀儡皇帝多数难以善终,最终不是被废杀,就是死于非命,而周天子没有性命之忧。 周天子总归有一片净土,而傀儡皇帝的后宫,都未必是他的,董卓就随意出入后宫,牵迎嫔妃。 曹孟德直接把福皇后,以及没出世的皇子一死,还当着害现帝的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